今天这期视频呢 属于是寻亲访友的视频 当扇厨再次见到儿子 他会是什么反样 你也太靠侠了 你也太靠侠了 你都在靠侠那儿 我跟你说 一会儿人家以为你开车呢 你给我滚一下 滚一下 或许是我 不应该如此粗暴地对待扇厨 老铁爷盛西了 万来万来的天空 浮渐地变得黑暗 很快就大雨清盆 我们只能找地方避雨 那天哪 走的时候请那娃娃 你看 来到这儿瞎点滑滑 这都是命啊 就不让看见人 是吧 半小时后 夏琪 这是那谁儿子 你看那谁啊 这是你好的儿子 他儿子 你再发他骂 你再骂他 他俩能阴死吗 你不能干起来吧 夏琪 你儿子嘛 学康啊 等啥到吧 一个个人 他都咬尾巴了 他家那样 淹死吗 他俩 你像啥呢 哎呀 你是胖的 淹死吗 他狗的玩挺薄情的 这奶 你看他没有反应 他俩 像他撞不淹死似的 你看 你看他一个小 淹死 淹死 他骂一味还闻不出来吗 吃了啥子来个奶 哎呀 我善 你是真薄情啊 善除和他儿子 主要是看到了开头 就猜中了结尾 整个过程呢 善除都很不高兴 不断的在咬他儿子 那这是一点母爱都没有啊 看不得呢 马上就走 打破这个降级的呢 是这条大鸡毛走了过来 他的名字呢 叫做多多 是和善除他儿子一起玩绕大的狗 他践踏比践踏兴奋 你看 从多多登场开始 善除的亲儿子 完全不顾及善除的感受 一直都没大力善除 不断地向多多思考 那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啊 甚至还有一种如叫似气的感觉 大姨还有 你这豆白包像 剩下的时间呢 除了大姨为善除母子吃牛肉链 他俩之间再无交流 你要给他喝点水 大姨这个狗真好 大姨这个狗跟你真的响了虎了 真的 刹牙还去那个上 你看 咱们那个 你看咱们那个 走啊善除 走 快快走快回家 善除 善除 善除游戏 对这也有点感应 我还咬 男子还恨你 对 我非常期待的母子情深并没有上演 我期待的男死男分也没有展现 这一次呢太失败了 我还是抱有一丝丝的希望 假如大哥看到小红狗会变成什么样呢 啊 买几个 买两 怎么回事 那这陈大树的老太子卖 你都拿着吧 就谁条命 就这帽呗 要不然老太子 我实在给不是你 太多东西 我爸就是每天都在 想告诉我 或者是 你爹就是你爹 我就是你爹 就是你爹 爸那事 哎 哎 哎 我爹 我爹跑 我爹 散除不能给摇死了吗 就 我爸这一点呢 确实看着散除了 散除对他呢 只是好奇 完全没有攻击的举动 像散除这种 大家贵秀的性格 还是非常少友的 我爹 不下摆的 哈哈哈哈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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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这屋啊 嗯 我 行 行 你还算是不想 这不 你不想哈 你看见他们什么想到你孩子了 然后散除了 嗯 你看他不想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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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头一看 我爹 我 才怕很 我上楼太大了 哎呀 我天哪 从小学过叛岩啊 这早就好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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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小猫找了个笼子 我没了一些相产 让这两只小猫呢 现在在块刺着 因为啊 我和孙岩 有重要的词要做 爷 我赎回来呢 我说干嘛带着个惊喜 我说上狗事花4块钱买了俩帽子 哎呀 我给妈呀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我发现你挺狂啊 你俩上这来的 啊 你还不准备铃子的 你给我回去了 你这也要跑去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我拍下了这个小猫神奇的意义 我小小的年纪就胜坏嘴子里 我去 我去 我去帽子会说不动啊 嗯 他一直在这这么交换 哎 这个小猫的到来呢 那删除长得呢 也是社会颠倒 而我此时呢 特别期待的是 其他狗子看见小猫 是什么反应 我也没想到 这些人写演习 这真的不练习 我还不知道过一个人派上 我爸给整个视频 我这不知道派上 我说你派啥都爱嘛 你说养吧 还没法养 你说不养吧 还不是那么一事 给你找的 不养送给谁还不放心 这是我爸买回来帽的第二天 我和他在这里吃完早餐 我的父亲呢 就该去上班了 和以前一样 上班的时候呢 都得带点零食 据我的观察呢 这两个小猫啊 性格是完全的不同 除了厉害的这只小猫 另一只小猫呢 擅长越狱 只要把它惯了 它就会跑出来 就这个笼子呀 是惯也惯不住 只能求助于狗子们 你让他们再熟一天 明天后就跟你们一块住 我养不了他俩 跟你们一天 你们教一吧 你一个小孩快两岁了吧 快两岁了 散除最大 散除不想过去看帽吧 后来我就去做视频了 那我在反回来的时候 他俩倒也不认识 双双越狱把家伙 直接睡在沙发上 我爸买帽这件事呢 惊动了救助站的小花姐姐 我们连夜的开车去请教他 该如何样貌 小花姐确实是一个大方的人 给拿的猫撒盆 猫撒猫粮 还有好几袋猫吃的这种零食 虽然回来的时候已经喝晚了 我们也没有闲着 给两只小猫布置好了小姑 给他们一点零食 让他们先吃着 洗脏了那虽然 这样玩 我就看 我回来的时候 他俩都撒算了 你看这个房子 丑的这鼻子 你看 那那是 还太瘦了 第二天 你这厉害的 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左右 部分还有记忆的狗子 都和我一起在这边看小马 而这其中呢 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圆宝 看似乎啊 皮股还关心小猫 我吓 这小猫吓的 出去了 这你出去玩 都不出去玩 你现在 那圆宝 出去之后呢 现在教他们最重要的一科 就是如何在猫沙里上菜树 刚把小猫放猫沙里呢 他自己就跑出去了 我一看呢 这也不对劲啊 只能呢 使出老办法 就是模仿呢 猫妈妈 舔小猫屁股 用狮子间 插小猫的屁股 来刺激他 让他上菜树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呢 这个办法 见笑了 其中一个 已经开始在里边 尿尿了 这只小猫呢 解决完战斗了 把他呢 先放回去 接着呢 教另外一个 而这只呀 教了好多遍 他就是不会 在猫沙盆里上学术 由于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也没有心情 继续教下去 还先是把这个门按上吧 要不我怕呀 还没能教会呢 先把他俩热死了 后来我把这屋 简单的熟识了一下 给他俩一个 稍微干净一些的环境 但最终呢 想好好的养他俩 孩子和狗子们一起住 比较好